建筑是空间的规划 是艺术 也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体 不少中国公观之内的一尊一雅 都经过精心的设计 具体呈现了道教的历史、文化 甚至思想内容 沿着青城山的山路 来到青城山的长导馆 我们看到第一座的建筑 就是长导馆的外山门 在二千多年前 老子慧关令运起绝度得惊 临走前他跟运起说 一千日之后 运起就可以在青阳市这个地方找到他 而青阳市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身处的成都青阳宫 从成都走上青城山 一连五集的先中道迹 为你展现一条道教历史长河 和你一起探究道教真意 无线收费电视 五十三频道 道通天地 一日有24小时 你有多少时间 可以好好地静下来休息一下呢 美食对于香港人来说 绝对是一种精神的补充品 道教电视频道道通天地 从中式到细式 从素菜到甜品 就连十二分钟 都可以教你煮出两道好菜式 无线收费电视 五十三频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五点钟 一系列的烹饪节目 用美食为你加油 教你变出属于自己的好主意 道德经有云 天地不仁 就是说大自然界绝无偏思的 但另一方面 社会上有存在不公平 贫富悬殊等等的问题 到底这个世界是公平 还是不公平呢 而道家思想来到今时今日 又是否已经过时呢 道通天地 大道中环 由道家思想角度出发 教你活得更快乐 游如水 虚如风 但是就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 太极功夫包含着道教 五行和八卦的思想 道教修生养生之道 无线收费电视53频道 道通天地 由闪国林师傅 为大家亲身演绎这套中国武术 太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